说到现在消费券还蛮抢手的 因为很多民众觉得消费券很好用 有时候等于是像是一张折价券一样 因此都舍不得用 倒是另外有些人不但舍不得用自己消费券 那么另外他们还到网路上去拍卖 主要是因为他们消费券上的序号非常的特别 其中包含了有1000这个序号 还有99999606.9的这个200元面额的消费券 居然最后在网路上都以8000元成交了 不过现在也有个问题来了 因为这消费券的拍卖其实是属于违法的行为 所以呢相关单位也将要来进行了解 如果真的发现不法就要开罚 消费券不但可以拿来买东西 现在也成为票券收藏家真相收藏的物品 拍卖网站上就出现了拍卖特殊序号的消费券情况 在情人节最夯的就属这张序号是520999的消费券 闲音就是我爱你999面额500元 但是卖家开价不便宜要99999元 有买家想要1200元购买 不过马上被回绝 卖家还跟扁岸沉上关系 网页附带一提 听说很适合阿扁也欢迎至终成交 520999受欢迎 但是价码太高交易不成 网路还有序号是10万 后面有6个0的200元消费券 和序号是9999996年号 以8000元成交是原价的20倍 不过按照规定这些消费券在网路上卖是不合法的 因为消费券不能转售 为者要处以1到3倍的罚款 消费券热潮延烧到网路拍卖 序号热潮引起了收藏家的热烈竞标 还跟扁岸扯上关系 但由于拍卖消费券属于违法的行为 金建惠也将进行了解 一有不法就要开罚 申讯旅行号 罗派与台北 赛宝报道